第1個動作 我們會做一個心肺耐力的動作 首先你需要原地跑三步 然後做一個雙腳跳 1 2 3 然後停下 當我們雙腳跳之前 兩隻腳打開肩膀闊 雙手放到身後做一個準備 然後雙腳起跳 雙腳著地 我們就嘗試想像一下 這裡有一個欄杆 我們要跳過去 雙腳跳 雙腳著地 同樣1 2 3 就會停下 再跳去另一邊 我們要記住做擺手的動作 同時起跳的時候 雙腳跳 雙腳以前腳掌輕輕著地 這個就是第一個動作 原地跑三步配合雙腳跳 然後第二個動作 我們會做一個掌上壓的預備姿勢 首先雙手按到地上 雙腳向後伸直 我們做到的時候 我們腰背保持在一個直線上面 然後我們交替 拿起其中的手 嘗試向前 身前 碰碰你身前的用具 我們可以做到的話 盡量減少你身體的搖擺 左手 右手 交替 這個就是第二個動作 然後第三個動作 我們要找到一些用具 大家可以準備好兩個水瓶 水瓶 如果想增加難度的話 可以在水瓶裏面裝滿水 難度就會更加高 接下來就會做一些機力機耐力的動作 第一個我們就會做一個肩推的動作 首先在旁邊看的時候 你的水瓶應該和你的手腕 手肘 成一直線垂直 然後我們就會雙手同步向上舉高 我們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記得保持呼吸向上呼氣 下來的時候吸氣 同時保持著一樣的節奏 一秒向上推 一秒下來 這個就是我們第三個動作 就是一個肩推的動作 而最後就是一個二頭彎舉 我們雙手壓緊之後 掌心就會向天空 然後嘗試把手肘靠近你的身推 我們就會嘗試用一個單關節 你的手肘向上 提起你的水瓶 去到胸口的位置 記住同樣都是用一樣的速度 發力的時候呼氣 下去的時候吸氣 我們總共有這四個動作